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比如在日本的街道上 大多日本人都是拿手提包的 却很少见到背包客 就算是学生 也很少有背双肩包的 很多人对此很是好奇 想知道原因 听听当地人怎么说 背包客一般是只自住长途旅行的人 他们身上都背着大大的旅行包 因此而得名 首先我们都知道 日本的面积很小 街道窄 但人口却很多 但日本人却很自觉 不会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 而街道和地铁等场所 都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 因此日本人就会很小心的出行 甚至都不并排走路 因为会在狭窄的街道上 给别人带来麻烦 而背包客的大包 很显然占用了过多的公共资源 其次 日本人很讨厌跟陌生人有身体接触 甚至一同上班的同事 也很少有身体接触 因为与不熟悉的人有触碰 令他们很不舒服 而背着大旅行包的人 很容易在不自觉的情况下 触碰甚至撞到他人 这是很不礼貌的 所以日本人很少背包 最后 日本的地铁拥挤程度全球文明 如果背着大包坐地铁 不仅会挤到他人 还会导致其他的乘客难以进入车厢 给他人造成很大不便 这样看起来会感觉日本人的觉悟素养很高 其实他们的自觉性主要是被严苛的法律所束缚 在日本 插队都会受到法律制裁 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日本人的素质 小伙伴们 对日本人的做法怎么看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凯安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